别离随西 世皆空 顽柳杰松 情自同 马上俄施 游吊鼓 寥寥一数 历秋风 大家好 我是梅南和龙王 时隔多日终于回来路战国无双了 上回把本多中盛之章的上路线完结了 这回开始下路线 下路线的第四关是川中岛之战 德川军在三方圆遭受武田军重创 然而这却激发了本多中盛作为武人的斗争本能 丹继朝武田本镇冲杀而去 以一己之力击溃了风头正盛的武田军 最强的军团在最强的武力面前不堪一击 甚至连武田信玄本人都死在了本多中盛的墙下 除真田军外 其余武田军将领也都战死于此处 这本是一边倒的战况 竟被本多中盛一人颠覆 武田家经此一战惨遭覆灭 其领地甲匪信农也落入德川家之手 之后德川家康为了将东国统一而朝各地进军 此时越后的军神上山迁信 为给自己的宿敌信玄报仇 在收编了于三方圆得以幸存的真田军后 率大军杀向信农 上山军和德川军在信农展开大战 地点正是那龙虎相争的姻缘之地 川中岛 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凡是写着攻陷某处的 只有作为战败条件时才会生效 跟上山前信打基本上有两个惯例 第一 除了川中导宿命战外 他不会老老实实在本站待着 第二 一定会有人强攻我方大本阳 而且大概率是他本人 武器方面可能会有人觉得很奇怪 我怎么拿法二级武器啊 这本来是打算在流程C用的 但后来一想 第三个流程放在补充内用里就够了 就把流程C打算用的放在流程A里来 原本流程A是打算用把属性不太高的四级武器 因为这关是拿五级武器的流程 但仔细研究了下 这关对武器的强度需求很低 对终胜而言 只要能用C3-2 攻击力没低到会硬直降挡 再把接船学了 这就够了 其他的只是快慢问题 所以二级白板武器就足够了 唯一的附加能力是跳跃力 熟悉我的人应该明白我想整什么活了 这关有210的跳跃力就够了 装备就不用再加跳跃了 装备方面选择了攻击 防御 五双增加量 震态骨 以及阴之流思 武器上没带基本攻防 那至少装备得带上 带震态骨是因为拿5级武器需要保证友情存活 不带也能成功 但要刷更多的兵 还有经常两边救援 我这次用的是超低配武器 所以还是带上好了 虽然我觉得不太会有人先打阿国之杖拿震态骨 但保有军这方面确实没什么有效的办法 阴之流思是打斗气将使用的 这关的斗气将有4个 值得带上 武器和装备都没带加移动的 跑的会比较慢 但很快就会有伊达正宗送汗血马来 后面还有青色的松风 跑图不是问题 顺便一提 这关的马种类齐全 所有马都出现了 护卫兵换了一波 这4个全是本多忠圣的女婿 忠圣有5个女儿 第5个女婿是柳城外兵卫 字写不下就不带她了 这个松下崇刚并不是当大名的那个 只是个崇明的 本多信之也容易和真田信之搞混 这里考虑到年代关系 就写真田信信号 这次或许能让真田兄弟来一场手足相残 不过考虑到仇恨优先度不一定能让他俩打起来 看一下原员配置 虎龟还是老样子 带着福布伴葬当副教 伴葬表示 本传里信玄是被我暗杀的 谁想到那个看起来已经变得沉温冷静的舞者 底子里还是以前那个肌肉热血温蛋 直接把老子的活给抢了 你把信玄杀了 我杀谁去了 上一场没干成事 那这场我得干点活了 既然没能暗杀掉信玄 那就去暗杀把信玄打崩过的那位好了 钟圣也表示 上回的事情很遗憾 自己一时气血上头了 把好兄弟的活给抢了 这次一定弥补他 亲自当他的摄影师 向世人展现他的暗杀技巧 这次没有倒计 本多中圣之章里有两关他是不在的 其他人员就是四天王 石川树正 大九宝中士 这些人离九井中寺 守海金城 神门康正 进攻善光寺 剩下的在正面战场作战 还有大众脸介绍的环节 这关要介绍的有两个 景一执政 德川家后期名将 德川三杰 四天王十六神将之一 和其他人不同 他几乎是德川名将中仅有的远交人士 换句话说 提到三合武士的时候是要将他排除的 景一世是远将豪足 战国时代的景一是隶属于金川家 但那段时期的景一是非常凄惨 上有主君金川 下有家老小野 景一的八字被这两家刻得死死的 在遇到人生中的贵人德川之前 几乎都不得善终 说到景一 有这么一位 在无双里很少出现 却存在感十足 这人就是景一执政和执虎的曾祖父 景一执平 无双里骗景一执虎穿上那套铠甲 并谎称是家传铠甲的色老头 就是景一执平 从他那辈开始 连这三代人都不得善终 执平被金川市真派去进攻八代山城时 重见身亡 另一说是被范伟连龙的妻子田贺之方毒杀 在编年十二里采用的就是这种说法 然而这已经算是他们家里长寿的了 他儿子孙子死都比他早 儿子辈执宗 进攻田园城时 遇袭被杀 执满执意 因家老小野正直 向金川议员献了谗言而被议员所杀 孙子辈里 景一执胜死在统侠间 留下一女慈郎法师 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景一执虎 景一执亲被过继给了堂兄执胜 成了景一执虎的未婚夫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 两人一直没能成婚 之后执亲被家老小野道好谗言 内通得川家康 而为金川市真派昭比奈太朝杀害 可以说金川父子和小野父子 就是景一家的天敌 害了他们家无数条姓名 执亲死后留下一死虎送 就是后来的景一执政 一岁时就丧父 还被金川市真下领追杀 好在金川家的家臣 新野亲聚是景一执胜的大舅子 硬生生让他们母子二人保了下来 虎松由新野亲聚和景一执胜 两年的妻子所抚养 然而随着景一执平和新野亲聚 在远江动乱中先后生死 景一执虎既然家都后 那小野道好又打起了坏主意 受金川市真之命 出兵夺取了景一家的居城景一谷 虎松一行 逃往三河的凤莱寺 之后在德川家康的帮助下 夺回了领地 小野道好也被家康处死 算是为景一执亲报了仇 景一氏也是在这时 正式加入了德川军 在家康这位福星高照的贵人带领下 总算是终结了景一氏不得善终的命运 并从此走向辉煌 虎松曾经因为生母改嫁 而改姓松下过一阵 但在一年后改回景一氏 称为德川家康的小姓 并被唐姐也是她生父的未婚妻景一执虎 称为养子 改名为景一万千代 十四岁时在高天神城完成出阵 就是刚不原信战死的那场战斗 元父后再改名执政 说实话 21岁才元父有点晚了 本多终胜12岁就元父了 这一年刚好是本能寺那一年 陪家康穿越一鹤的一行人里就有他 之后养母景一执虎去世 执政继任家都 天政任务之乱后 家康把120名武田旧臣和自己的一些七本武士 分配给了执政 让他以武田的军制组建了景一赤背 然后还娶了家康的养女 换句话说 真田赤背和景一赤背的组建者 都是家康的养女训 和以轻装很少受伤的本多终胜相反 执政是重装而且经常受伤 无庸不及终胜 但统兵能力更胜一筹 小木长久守是景一赤背初次亮相的战场 执政和他的赤背队作为对阵池天恒星别动队的组裔 留下了景一的赤轨的拥有 然而终胜的小木却没让他登场 这算是终胜他自己的私心吗 虽是新人却备受家康器重 地位比起那些老臣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他也确实有这个能力 在各大战场都表现出色 小田园征伐中甚至是唯一攻入小田园城内的人 在加康移风至关东后 执政被赐予了十二万代的领地 为德川家臣中最高 比本多中盛神渊康正这些受重用的老臣还高 在这群三合武士面前 他一个远江人士却得到了最大的封地 足可见他的能力了得 但换句话说 德川家的远江人士里能打的除了他也没别人了 官员之战时和本多中盛担任东军的军监 但在开战时却因为物太大而和敌军遭遇 形成了跟先锋辅导政责争先的局面 不过在二代的官员东军剧本里 我们看到的却是两个非常难以活到过关的莽夫 他最终的战绩是击杀岛金风酒 然后在追击岛金一红时 脚步遭到狙击而落马负伤 自此之后就再没参加战斗 只负责战后助理和外交的民作 当然之后连这14年都没发生战争 想打也打不了 在官员之战后加封至十前三成的旧领 近江十八万大 执政不仅善战 在政务礼仪方面也相当优秀 深受秀吉家康等人的赞赏 甚至被誉为德川开幕最大的功臣 下一个是大九宝中士 大九宝是松平家最早的西家普代之一 九兄弟里出名的是大九宝中士 中左中教三人 作为长子中士更是其中的翘楚 参加了松平德川大大小小的战役 三合一向一魁三方圆长小都立下了汉马战功 战绩具体记载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他自己派兵然后大败的那场却很详细 就是第一次上天城之战 作为三大领队之一 一场大败成就了真天昌信 病逝后加读由大九宝钟林继任 这里就不得不提稳多正信了 当年本多正信能回归德川 可多亏了大九宝中士的卧行 结果本多正信父子反倒跟大九宝中林对立 还害得他被改议 还有德春秀忠也是 后记者之争的时候 大九宝中林可是唯一一个支持你的 你就这么把扶持自己上台的人给除掉 数不时是不尽人情 好嘞大九宝派的结局比本多派好点 迪恩这边上山签信一开始不在场 他在哪呢 反正不在本镇就对了 青刺自然是免不了一战 而且是必须打的 不然迁信不出来 宇作美定满守本镇 他有三个副将 村上一清守东门 是本次西女山杀人事件的被害者 本庄反常和色部盛常是共犯的目标 八番元的任务如果失败的话 本庄和色部会去进攻海金城 鬼小党 士奇 干破 是上山军的正面部队 上山警上守西门 直将监续在门外营地 飞出其配置有四队 上山千信 一达正宗 真前姓村 女人 上山千信需要打完庆祀才会出现 一达正宗开场不久后 就会出现在山光寺 在这一达城石和片仓小侍郎两个副将 猛将传里的一达正宗 经常跟着签信混 几乎都算上山军的一员了 独眼龙 欲煞望月后之龙 这算是同物种吗 或许是为了平衡武亭和上山的 无双将领数量差距而加进来的吧 换句话说 他对标的是女人的位置 另外再说一件有意思的事 一达家差点当了上山千信的主军 这是在一达正宗的曾祖父 一达之宗还在位时候的事 月后守护上山定石无子 打算从亲戚里过继一个来 就照上了自己的外手一达之宗 一达之宗本来打算让三儿子一达石元 也就是一达城石的父亲 去当上山定石的养子 以继承月后上山家 石元的石字就是拜领自上山定石的 也成了他们这一脉的通字 结果发生了天文之乱 知宗秦宗父子争斗 最后是反对入寺的秦宗派获胜 石元区上山家这事就被取消了 如果这事成了的话 上山石元上山成石就有可能成为千信的主军 在这一代里 让正宗和千信混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人间姓村和女演是一起登场的 两人都是斗气 姓村在西边女演在东边 根据不同路线出场的时机也不同 优势路线会在完成半葬的任务 并让上山千信登场后出现 烈士路线会在半葬任务失败 或是击破本庄和色布后出现 如果利用一些bug的话 这关他们甚至可以不出现 说一下本官概要 被誉为最强的武田骑马军团 却被本多中盛一个人击溃了 颠覆了这压倒性的不利战况取得胜利 德川军乘势控制住了信农 并以统一东国为目标朝各地进军 但这时越后之龙上山千信 率大军从春日山城出阵 如同为宿敌信玄报仇一般 朝着德川军猛攻 两军与川中岛之地对峙 这一关是拿中盛武级武器的关卡 条件是在我方无人败走的情况下 触发击破上山军全武将的任务 要触发这个就需要完成 质押麻烦一员 救出神员康正 掩护福布半葬 击破贤天庆刺这四个任务 顺序不限 你要打得快 甚至可以最后做神员康正的 输送部队在右下方据点 所以打完庆祀后最好走东门 唯一的难点在于保友军 但可以先把西路推到门口再去东路 只要警医执政别犯抽 自己跑去东路 基本上是没问题的 最强武力和最强军队的对决 就此开始 第一阵 第一阵 第一个任务是质押八番员 这种低配武器至少也要同时打两倍 至于干破就是他来不来了 能过来够好 不过来的话单独处理也不算太坚实 无双的用法和以前差不太多 就是C3-3可能打得出来 如果无双崩防的话 可以考虑C4-1接C3-2连 对中生而言 能用C3-2就足以认可所有场面 干破也来了 这把运气不错 就在这里把他们三个消灭掉 第二个任务是救出神员抗政 成功条件是击破一打整中 失败条件是神员抗政败走 他并不多 即使有镇太谷也撑起了害羞 所以清理完这里的三个敌将后 马上就要去救他 这时候还跟我硬撑是吧 我想浪费buff最后的几秒 但实际上并没有派上用场 这时我军开始分两路进攻 半葬往右路前进 与左美定马下令关门 如果这之前靠近敌方东西门的话 也会关闭 虽然这句话提到了终胜和伴藏 但如果任务完成前 这俩败走的话 家康还是会这么说 大概坐这关的人 想不到有人能让他们俩先败走 这边先把一打诚实打下马 引过来连片仓小十郎一块抗 打的时候尽量多清兵 提升全军士气 这也是导泳军的关键 对中生而言 C3-2是足以胜任所有工作 估计指示 两个副将搞定 还剩个伊达正宗 这关的悬忍基本都可以找黑石砍刀 要利用好 这个就拿来打伊达正宗用吧 这关的敌方无双将 只有他是没斗气的 其实在光荣游戏里 我挺讨厌时代的人 特别是打败某个势力后 把对方的败印归类为跟不上时代 游戏里迎合书 全是靠玩家自己的 跟时代有个骂关系 我要是站着不动 你光靠时代给我赢一试试 这汉仙马归我的 这关大部分的跑徒就靠他了 伊达正宗不是战死而是撤退 不过要我说 这关让他死了也没人死吧 后面也没他出场 打掉这边据点 把队长级清掉 一是把这里的兵彻底扫光 二是为打别的据点做点 我想把无双短短再去 还会被判但 对没有人死之后 对没有人死靠 对没有人死的 对没有人死去 对没有人死在 attempts判断 把这里会妨碍神门抗震的都清掉 因为我需要他往前线推荐 来挡住敌人的兵器 哎呀,不该放出这次了 利用无双中的特性的话可以直接连死 这里我的预定顺序是先打左上方的据点 然后是左中的 因为这把很顺利 而且还有针太鼓 有军肯定能撑到我回来 要是觉得他们撑不住的话 那就只打左中的 回去救援一波后 再找机会打左上了 哪怕是第一配武器 无双还在关键时候没命中 依然能够一套无双加追击解决据点头 所以像这种周围没兵的据点 尽量满无双去打 神员也过来了 之后就需要他来挡住左下的敌军 先到敌人多的地方攒无双 再过去打据点 这么点路就不起码了 走过去吧 无双中可以随时使用翻轨取消 有时会不太好确认方向 现在敌人的出兵点已经变成了左下据点 神员会去挡住他们 趁现在回去清理中央战场 先去救大脚宝中士 他身边敌兵比较多 接下来就是女卫青兵 接下来就是女卫青兵 说明一定是男主席的避兵加入 好 好感動 差不多该去救警医之政了 骑着马的友军很碍事 警医这边清完回去处理大酒宝身边剩下的 嗯还是掉了点血 也许我应该清完这里再走了 这里放个无双没问题 直江间戏那里更多好胆气 接下来去左下纳直江间戏把左路全清掉 这样就不用担心友军安全了 其实直江那边不打也不至于会让友军败走 毕竟那边有我军三个降点扎堆 但我现在不打的话将来没空绕回来 所以还是解决掉吧 光注意马的速度差别忘记拐弯了 多亏老伙计在这挡住了敌病 这是清理西路非常重要的一步 直奔直江间血后放过据点 别太着急打据点 因为打下之后右路据点就开始出兵了 有时右边的友军会莫名前要把鱼军放过去 那样的话会有点麻烦 所以这里的据点别太早晚了 正好打出黑替菜刀可以大杀特杀了 把这里的冰青蛮 左路的三位就彻底安成了 遵连了 左路的一边就凶确 左路的一带 右的一路 到了 右手 右载 右手 右看 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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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兵其实不轻应该有问题 但保险起见还是处理掉了 毕竟大九宝队已经没兵了 哎不是我想打谁谁就开始拼刀保命是吧 八番缘合半葬的任务要失败一个才能从左路上山 所以这把必须从右度进去 过桥之后会触发半葬的人 哪怕他已经挂了也会触发 只是触发完了就任务失败 下一个任务掩护前王者到了半葬 成功条件是福布半葬到达指定地点 失败条件是福布半葬败走 或是在引诱成功前半葬跟本葬或色布相遇 靠近本葬或色布后 终胜会暴露引他们的过程 说明他们还是感恩终胜的 你要换鲤不来直接就下葬的 虽然我们的任务只是把他们离开 但我相信所有的玩家都会选择把他们干的 怎么这么高好你也放无双啊 正常武器的话直接去打色不胜常就行了 我拿的是低配武器为了保险起见 只拿了黑漆太高 反正要两个都引诱后半葬才会开始没用 这边的据点附近有一个飞人会吊黑漆太高 顺手就把这里给端了 要注意的是这个任务开始经过双天钟后 那两个敌将会主动往半葬的位置前进 不过海经城那边还有些我军士兵挡 想要硬等到任务失败还要花不少时间 啊找到飞人了 不能借尽 Ach她 啊 剪刀黑漆太刀后直奔色不胜长 因为这次要整活到时候没机会回来了 半葬开始朝剪刀走了 只要两个都触发了 之后他们遇到半葬也不会失败 又掉了一个黑漆太刀 算了 正事要紧 210的跳跃力足够跳上点刀 但是要找对位置和时机 诶 还不对 哼 上来了 走到这里就会起雾 上山就有 下山就没 还记得我开场之前说过的吗 这次要来当摄影师 任务就是要全程录下半葬的暗杀行动 受害人登场 连人带马 瞬间消失 正怀念三国无双二的剧情上 那好歹是真傻 不将这些只是消失 之后就是直奔山顶了 半葬是到达地点后出发暗杀 跟村上一清本人没有关系 哪怕他在本镇都能杀掉 甚至我们提前把他打死的照样能处发 所以是可以让他死两次的 第二次就相当于半葬对尸体补刀了 先来拿宇宗里定门 不对 右边那个是队长 这次无双的目标是雄人 为了打出黑心盖刀 这里犯了个失误 不该背对着犯 跟青丝见面 当然见他是为了通风 下一个任务击破前行刑刺 这是必经任务 无法失败 嗯 还是先打上山紧盛吧 先打据点的话 万一庆次追过来 我可能还要再放过五葬上 打完紧盛后 西门就开了 为了拿武器武器的话 建议先不打他 开了门后 门外的眼睛可能有败走风险 但还好 我主要是不想再回来打 但还好 我主要是不想再回来打 但还好 我主要是不想再回来打 切还没拼上刀 好得他也快死了 这样西门就开了 回到这里 打据点和庆次 斗骑庆次还是比较难办的 特别是我的低配武器 不用无双就没什么有效输出 庆次钢率值还特别高 不开连发很难拼刀拼出杀阵 这次是早有准备 看见他放无双就玩满暗普攻 成功出了杀阵 重点是红联的属性输出 就选择了比较容易连上的连法 最后几下选择了打其他人 反正旁边还有个全补满的 确实还得再见面呢 也不用特别急着从东门出去 毕竟还有段剧情 去早了也只是单等的 我没有打过的 我没有打过的 你也没有打过的 你也我也 大意的 在下方的 大意的 我没有打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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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没有打过的 我没有打过的 庆次还是觉得没打够 在离去时跟终胜定下了一个约定 等成就大意之后 在御神之下对决 真叶酸石透露的下一关 是有着御神要素的敌人 没想到刚好击破数过50的倍 又多了些信息延迟 上身先性出现在西方之地 用当场战技 然后朝我方本阵突击 优势路线 真前军是在这个时候到来 最终任务击破上身军全武将 只有在四个任务都成功后才会触发 并想起终胜的BGM 此时我军没有人败走的话 这里就会出现武器武器的疏风部队 现在就不用在管家康以外的友军死活了 触发了这个任务之后 胜利条件也会变成击破上山军全武将 只有这套流程 直接打死千信不会过关 其他的流程 胜利条件都是击破上山千信 另外 这个任务标入的对象 还有上山警圣 只将兼许 与左美定满三人 本庄凡长和色不胜长 不会被标入 但无论如何都需要所有敌将离场才算活胜 先去打女远 她很好打 或者说这次带阴流就是欺负她的 中邮击一路 不然是雪村,但我仍然很嫌疑 誰能保障自己? 神帝的執念,你能力示 快點,快點 扭音扭打女人非常简单 间歇拼刀就行了 女人刚力值很低 随便按按就出杀阵 成了 已经搞定了 接下来虽然顺路是先打先信再打幸存 但感觉还是最后打先信比较正规 这个箱子里有勾玉 回来时再用 虽然也有可能用不着 顶着上山君名号的姓村还挺罕见的 然而他确实在上山家呆广 青帝尔兵让我的护卫兵显示出来来一场手足相谈 他刚刚C1被他哥防住了 我看了 我看了 他也有打费 他也有点 我看了 我看了 他也有点 我看了 那我看了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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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让他们兄弟相残没那么容易 过一兵的优先攻击就像是其他小孩 算了不浪费时间了 最后的一丝仁慈就是别当着信心的面杀了孙子 算上这批白马本官的所有马就都到齐了 直升那上山心色 别忘了 你以為何要看? 軍師尼 誠的部位 我身形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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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飞翼对着我蓄气也太嚣张了 嗯,这都能踢上刀 这儿还有只封人,被处理掉 本来想杀人就别了,没听说完算 算了,这样也不错 对了,先信的调度物是武器箱 优优独播剧场 川中岛之战以德川军的胜利而告终 一代军神上山千信战死于此 前来复仇的真天军也全军覆没 代表着武田势力彻底灭亡 武田的最强军团 上山的最强军队 最终都不敌本多终胜那最强的武力 终胜所寻求的厮杀的尽头 真正的武 真正的强大 看来并不是最心于自我身自的上山千信那样 和青四达国一场后 两人都意犹未尽 定下了在御神之下对决的约定 在击败了上山这个强敌后 德川军统一东国已经是势在必得 虽然伊达正宗还活着 但很明显 只有一个无双将的伊达家 无法称其最终关的重任 所以接下来定然是要率军西晋 为此将不得不面对西日的盟友 知田信长 在家康朝着统一东国迈进的时候 信长也席卷了西国 若要决出天下之主 东西之间必然要掀起一场大战 这就是终胜的五级武器之前也用过的 在五级武器里这是相当强的了 四项都是有效加成 攻防移动都是非常重要的属性 补充槽加50这点 也对终胜的无双中连段运用提升非常大 接下来按以往的习惯该接流程币 但我想了想 这次的补充内容只跟流程A有关 所以直接放在这个后面 第一个补充内容 是在掩护伴藏的任务中 没完成引诱行动 就让伴藏和那两个敌将相遇 伴藏会被敌军发现 导致任务失败 等他们主动来太费时间 所以就手动把本庄帆长带过来了 之后 真田军到来 这是他们第二种出场时机 会触发击破真田姓村和女远的任务 另外就是跟村上益青相关的 比如我们早早过来 把村上益青引到别的地方 伴藏依然是去村上益青原本待的位置 你看都快到本镇了 还能隔空被暗杀 同样如果提前把村上益青占掉 依然会触发暗杀巨星 所以这村上益青搞不好有个本体在这 我们看到的只是幻象 伴藏过来把他本体给展了 好了 补充内容就是这些 接下来请看刘成碧